欢迎您好 我是夏家路 欢迎锁电球队 正经话 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带你来关注这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所面临到的重重危机 经济学人呢 特别在这个月提出了警告 说现在外国企业呢 是已经把中国视为独立的一个营商地点 所以不需要透过香港 使得现在香港中国门户的地位堪忧 事实上呢 华人首富李嘉诚从去年延续到今年 在港路处理各项资产的动作 一直以来都引起极大的关注跟讨论 那么相对于港人抛售他相关的资产 中资陆器却是不停的抢进香港 从金融到电力到航空市场 中资全面的进驻 甚至呢 会以抽广告的方式 试图要来影响港媒的舆论方向 当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控制 又带给台湾怎么样的启示呢 在今天一起来关系 经济权人报告香港中国门户的角色令人忧虑 当北京 上海 广州三足鼎立 香港是不是已经渐渐失去它的竞争力 不再是外资进入中国的跳板呢 李嘉诚分拆电力事业 据传将要引进大陆国企 国家电网 那么目前在香港包含了金融 电力跟航空业 都有看到中国国家队的踪迹 这背后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涵 720万香港人超过四船是来自大陆 新香港人给了香港新的国际地位 是不是也带来了侵略感 而香港对中国复杂的情绪 到底香港是反移民还是反中 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是丹江陆言所所长 同时是港澳之友协会的会长赵伍岳 老师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为您介绍是成功大学这支系教授梁文桃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为您介绍是台师大国际学院副教授 同时是前港大亚洲中心的研究员杨森龙老师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特别来关注香港的议题 来看到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坚强的同时 其实香港是不是面临到极大的威胁呢 经济学人就这么说 说香港来作为一个亚洲区 非常关键的商业地位的角色 现在它的地位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事实上经济学人表示 这国外国的企业 在过去如果要进到中国做生意 往往必须要先经过香港 不过当外国企业越来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营商地点 也使得香港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令人忧虑 争权益 争产房还要抢入学 如果现在不辛苦后面还是可能要辛苦 2014年是香港回归大陆17周年 然而在这17年内 这个昔日东方之珠的光彩却悄悄褪色 而港人和大陆之间的矛盾冲突则是越演越烈 医疗啊各样东西都其实是一路是都是有 那个 抹削着我们了 回归中国后 香港生活和香港护照 吸引大批有办法的大陆民众涌入香港 这导致港人的生活资源大幅度被压缩 加上上海快速崛起 香港优势显然已经被趋势洪流吞没 20年前香港的经济规模比上海大四倍以上 但是2010年上海已经超越香港 而上海的港口航运量在2007年超越香港 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 而在2009年 中国政府更把上海定为大陆的金融中心 而国际企业有意愿在港投资的比率排名 调到第六名只剩下25.5% 远远不及排名第一的老大哥中国 很显然香港地位遭到边缘化 连以往港府自豪的连结度也衰退 民主的现状就越来越差 就是因为大陆政府越来越压迫我们的民主 甚至连经济学人都提出警告 香港长年以来靠中国门户的角色发展经济 如今这个角色还能够持续多久 是个问号 近几年来 香港吹起怀旧风哈台风 投射出港人对美好时代逝去的淡淡哀愁 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香港并非没有优势 香港本来就是移民城市 如何善用移民人才 以及比大陆自由的商业环境 让这颗东方明珠再度闪亮 是港人刻不容缓的课题 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坚强的同时 其实也带给香港越来越大的危机跟挑战 经济学人的报道当中指称 其实目前香港的中国门户角色 让人觉得非常的担心 就数字上来呈现一个现实 就是统计之下 有68.7%的外籍企业 计划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但是呢 确实只有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的这些外资企业 会增加在香港的投资 剩下的四分之三 只会维持甚至是减少今年在香港的投资 所以现在说到香港面临到的危机 我先看到在中国的部分 包含了北京 包含了上海跟广州 三足鼎列状况之下 对于这个香港带来极大的竞争力 你光是讲上海 上海的经济规模在二十年前 是香港是上海的四倍以上 不过呢到现在 2010年上海已经超越香港了 另外呢上海呢是全球最大的港口 还有现在呢上海已经被定为 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先要请这种 吴岳老师带我们来关心一下 我们看到香港 其实现在已经不能够把它视为 叫做中国的跳板了吗 应该这样来看 第一个我们来看待香港 它在97年以前 它被称为是一个东方之珠 那97年之后呢 它基本上是以中国曼哈顿来做自我期待 现在呢 它只希望说能够扮演一个 珠三角的一个龙头的角色 前天后场 那这里面当然第一个 跟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整个的势头 事实上应该是同等来看待 像刚刚主持人谈到上海 那香港的人 其实只有700万人 大概只有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香港的土地面积 大概只有1100平方公里 是我们新北市土地面积 一半都海不到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这个趋势是一个很明显的 当中国的逐步的全面性的 这样一个特色 在中国整个大的趋势的 发展情况之下 如果它不能够在新的实况 保留一个所谓相对的利基 当然这样一个前天后场的角色 必然是要弱化的 那像梁老师 你怎么来看经济学人提出来的警告 你看他说 过去中国常常 大家要进去做生意之前 会进过香港 可是现在很多外企 都把中国当成一个独立的营销地点 他说香港作为中国门户的角色 让你觉得非常的犹豫 你怎么来看他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还蛮自然的趋势 因为一方面 香港的租金非常高 另一方面就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外资 会继续投资香港 就是比较是服务业跟金融业嘛 那因为制造业都早就已经 已经消失了 所以金融业它根本也不需要去香港 因为大家都无我 中国政府都认定 上海是金融中心 那当然大家直接就到 那个上海去了 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说 当我过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是非常 经济非常差的时候 1900年的时候 当时的港台的那个航运 还是非常的蓬勃 就非常讶异 因为当时是刚好 亚洲这种风暴之后 那还是非常蓬勃 所以其实因为后来 台湾跟中国的联系 也更紧密了 所以其实这一块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谈到 其实那个转口啦 人啊 其实都没有在经过香港 所以香港作为一个 一个中台之间的一个跳板 其实早就已经慢慢失去了 那个功能 当中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 我个人觉得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 外资在布局的时候的一些变化 同时还要来关心香港自己的商权 它有什么动作 当然最指标性的就要讲到李嘉诚 李嘉诚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多次讨论了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陆陆续续的在资产上都有些处理 主要针对他在香港以及在大陆资产 像现在最新消息是他的儿子 李泽凯旗下的电讯银科 出售北京银科中心 非常大的一个案子 总价值高达了80亿 这里头包含了有办公室 有写字楼 有商场 里面呢还有这个休闲美食广场 另外呢还有这种服务室 酒店式的公寓 这样子的出售计划一步又一步的 有类似资产处理的动作 特别大家很喜欢来观察李嘉诚的动作 港商这样的动作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涵 有些评论家认为李嘉诚的动作 其实是因为18届三农权会决定 这个叫不动产登记的改革 所以呢是他抛售房产的原因之一 那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李嘉诚他们父子 在就是说一举一动都受到重视 但是呢他处理这个房地产 同时他在北京抛售 所以呢就是说到底这个是怎么样去解释他 就引起大家不同的那个看法 不过如果你从商人的角度来讲 应该也很容易了解 因为呢假如现在的那个香港政府 第二份的这个施政报告 已经很清楚了 他要解决这个香港的这个房价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差不多可以知道说 对他来讲他虽然是地产大王 他也知道说他在这个地产方面 可能的那个就是说优势不在 他应该就是说要获利了结了 那同样他的这个动作 他在北京也获利了结 那在香港呢在这边就不再 不再做大规模的投资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地方是说 从刚刚所讲到就是说 香港作为中国的门户这个角色 历来我们说香港以前就说 叫做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 他就刚刚好就说在 整个中国大陆没办法进行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在香港这边来进行 所以外资喜欢把总部 在亚洲的总部设在香港 可是呢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条件已经不在了 其实呢香港就要重新去考虑 他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政策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那个香港 其实香港以前在四小龙的那个时代 他其实也有制造业 在更早以前 他还有自己非常特色的这种产业 比方说包括造船业在内 可是呢后来因为 依赖中国的那个发展的关系 他把这些辛苦的这些工作都放掉了 都把这些工厂移到 移到这个内地去了 那他到最后在香港留下来 只剩下这个服务业跟金融业 那么金融业有香港特殊的这个条件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金融业还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把所有的那个 就是说所有的那个 未来的那个经济成长动力 只放在金融业 服务业还有就是说地产业的话 那这一天终于会来临 就是说他其实是没办法继续支撑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香港政府曾经想要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 再利用香港的条件 重新去发展新的这个产业出来 那么他也曾经试图设过这个科技局 然后呢曾经有发展过 要做这个中药啦 做这个数码港啊 就是这个三西产业 他有做过这个尝试 但是现在呢又把这些东西都撤销了 表示说香港政府到目前为止 作为经济的这个指标 他目前只有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自由经济的这种意识形态 那就自由经济来讲 他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就是说世界评比 他的那个经济自由度是第一名 那香港政府你还能够再做什么 假如他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出路的话 像现在这种 就是说优势不在而慢慢衰退的情况 会慢慢出现 所以就看到香港的确面 遇到很大的挑战 风景方面有看到港资如果离开的话 进一步的中国的资金 其实立刻就补上来 还是要拿李嘉诚来做力走 李嘉诚分拆港登 那么根据报导 将会引入是大陆国企国家电网 就会变成之后的第二大股东 香港人怎么样去形容这样的交易状况 他是说要做红灯 终于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闪亮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香港包含了金融业 包含了电力 包含了航空业 都看到有中国国家队的踪迹 张文贵老师你来看 因为有些毕竟是比较敏感 谢谢大家